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 新闻幕后大小事 全球新鲜事 确保我们人民的繁荣昌盛 好 这样看似一个很简单 很正常的贺文 为什么会引发骚动呢 我们先来问问严君 严君大概当天晚上就发了一篇 很快速 不到半小时就发回来一篇新闻 就是小马可是贺赖清德 当选台湾总统 非台交往 非台近年交往罕见 严君下了这样一个标题 我们来问严君 我们的菲律宾特派严君 严君好 对 严君为什么 为什么这是很罕见的一个动作 说清楚应该是说 不是菲律宾总统 都没有在祝贺台湾总统 台湾总统当过了这样子 其实私底下 他们是有进行这样子的动作 但这一次他罕见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公开 在他的社群媒体上 公开的这样讲出 祝贺这样子的词 其实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 我印象中是没有见到过 但没有把他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罕见 但是另外有一点是说 他提到台湾总统这四个字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 基本上他们菲律宾 或者是其实可以说是大部分的 国外的元首 他们会避免用到台湾家总统这样子 对对对 比如说两岸边两个国家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 我跟严君那天晚上 我们两个还查了很久 真的在小马克市之前的总统 包括杜特蒂 还有之前的什么 艾奎诺等等 好像真的查不到说 他们还在总统身份 还在总统任内的时候 用总统的身份 祝贺台湾总统当选人 事实上台湾总统当选人 也没有几位 台湾民选总统就只有 蔡英文 马英九 陈水扁 再往前推 李登辉也有民选过一次 都查不到有菲律宾现任总统 用总统的身份 公开的祝贺台湾总统当选人 这是第一层议 那第二层议是 严峻你知道小马克市上任一年多 差不多一年多吗 他是 2022年6月底 所以这样子 对大概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 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小马克市的背景 我想很多年轻观众可能不知道 马克市是谁 但我们稍微 40岁以上都知道是马克市 小马克市是个 真正名副其实的正二代 严峻有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他的父亲马克市是 当初是被从菲律宾这边有一个人民力量革命 的时候是1980年的时候 从菲律宾被算是罢处 他们是用一个和平革命的方式 就是几十万人涌上街头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和平革命 小马克市他等于说是跑到夏威夷去 那就是逃出菲律宾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 等于说他家族整个被罢处 赶出菲律宾的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能够在2022年重返执政 而且把他的家族带回马拉卡南宫 而且用一个 他的得票率有超过五成 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 很高很高 非常的惊人 那我说我们这样感觉有点离题 但我们是先让读者 让观众了解一下背景 他的家族涉及到这个贪腐 之后这么多年 他的儿子又以这么高的得票率 重回政坛 严君怎么解读这样的现象 其实事实上 我问到很多菲律宾的朋友 他们会觉得说 马可是他那时候 1980年被罢处之后 一直到2022年 小马可是当选 得到这个执政权 这几十年来 他们会觉得说 菲律宾的整个建设 他们说那时候 小马可是涉贪 然后变得把整个国家 贪腐没有建设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来 菲律宾还是一样 很多人的感觉是说 为什么大家还是一样穷 还是一样很多没有建设 这样子非常多的问题 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马可是执政的初期 是有很多建设的 有很多交通建设 或者是说 整个大型的建设 是非常多 所以他们认为说 小马可是回来 可以把这个重返荣耀 可以把菲律宾 带回一个经济发展很好 然后大家会有工作 大家有饭吃 这样子一个情况 而且小马可是当初竞选的时候 他有提出 就是20匹索的米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因为米价一直上涨 之前有粮食危机 乌尔战争的时候 那他就提出一个20元批索 一公斤的米这样子的概念 等于说他说 大家以后都吃得起米 大家以后都可以 一个均富的概念 所以等于说 大家很支持他回来 觉得说这样子之后 菲律宾就会重新繁荣 这样子 所以感觉目前 他在菲律宾人民心中的形象 还算不错 还算是比较正面 相对来说是这样子 跟之前的杜特蒂比起来 杜特蒂因为是 他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民粹 就是他的平均是非常高的一个总统 就等于还是到他卸任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还有60%的 就是非常的惊人 那小马可是跟他比较起来 比较没有这么夸张的 比如说大家还是无敌挺他 这样子 那因为大家知道杜特蒂的时候 有扫毒嘛 然后就是很多人 因为他的扫毒战死掉 但是对一般菲律宾人来讲 他们还是非常挺难 他觉得非常的接地气 那这个小马可是 他相对来说 大家会觉得说 他比较没有那么铁腕 但是在经济发展方面 我觉得大部分菲律宾人 还是对他蛮有期待 好我们回到他的那一封贺文 或是讯息上面 刚一句提到什么罕见 第一个是他提到了台湾 他原文是说 恭喜台湾的下任总统赖清德 当选 那严峻就你印象所及 他上任一年多以来 小马可是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过台湾吗 好像也不多 对不对 公开场合 印象中他可能像是参加东协的会议 或者是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台海情势这一块 他觉得说 他其实他之前还有讲到说 台湾是中国的 他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菲律宾有一种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 那之前还受访说提到过说 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就是说希望台海问题和平解决 不要有纷争 就是波及到整个区域 影响区域和平 这样之类的说法 所以他是有提到过台湾的 但是相对来说是 比较没有这么正面 然后也没有提到过台湾总统 之前是没有提到过的 所以这是小马可是第一次用 台湾总统这样的字来称呼 我们的总统当选人 所以相当特别 严峻我们先来初步的解读一下 但我们后面还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我们做一个 可能我们也接触政治新闻一段时间了 就是做一个政治 国际政治的敏感的sense 严峻怎么初步解读 他这封贺文在这个时候出现 你觉得他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其实我有听到两个说法 因为有人会觉得说 他的会不会是 他的政治敏感度比较不值 这是一种 这是第一种 对对对 才会冒出说台湾总统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话讲出来 中国一定跳脚 然后非常的愤怒 而且还叫他多读书 这个东西 真的只要一出来 北京一定会生气 那所以一部分的说法 是觉得说 他是不是 不小心 把这样的东西放到社群媒体上面来了 失言 口误 拆捧 打错字都可能 对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说法是觉得说 因为 美国跟菲律宾的合作 其实在小马可市上任以后 其实在2023年吧 因为他是2022年上任的 2022年6月底上任的 等于说 到2023年 他那时候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来菲律宾访问 然后他宣布 菲律宾宣布又增加四个 就是可以让美国使用的军事基地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他上任以后 因为在南海跟中国一直有红争 那他们一直说被他们的海巡舰艇 对中国攻击啊 这样子的事件一直发生 那等于说 菲律宾现在他们就 跟美国靠拢 跟日本靠拢 跟澳洲靠拢 他现在跟 等于说跟非常多的国家合作 比较像是清美阵营的国家在合作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合作 来让他在安全防御也好 在经济方面也好 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那在此同时 因为其实小马克他上任之后 一个很明显的外交政策 是与所有人为友 不与任何人为比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样子的政策 等于说是 他其实是不愿意得罪任何国家的 就连同中国 他其实也是能够不得罪 他尽量去讲的 对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为什么会讲出这样子的书法 让中国很生气 一方面的说法是觉得说 因为他现在觉得说 他比较希望跟美国 日本这些阵营的合作 所以中国的重视度 比较没有这么高了 所以等于说在 跟台湾的合作空间相对之下 会没有像杜特地的时代 被压缩的那么严重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说 台湾这方面有农业 半导体之类 这其实都是菲律宾 非常重视的领域 因为像我刚刚提到说 他在竞选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一公斤米20批索 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他希望的是说发展农业 让菲律宾的老百姓 能够用廉价的价钱 来买他们的农产品 那这部分 因为菲律宾的农产 的农业相对来说 是没有这么发达 那他需要靠 台湾的农业技术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半导体这块 大家都知道 台湾相对来说 是比较强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菲律宾 他们也希望说 透过跟台湾合作 能够得到更多的半导体 来设想之类的 或者是发展 他们的半导体产业的机会 你把我等一下下题 要问我都讲完 没关系 没关系 所以我们这样研判 因为那天晚上 这个新闻出去之后 除了一些媒体跟进之外 一些台湾的一些 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 也是持类似的观点 就是说 他不认为小马克思 是失言 或是不小心的 他们觉得他是 他是故意的 就故意 某个程度 他也是在释放这个讯号 这个signal 这个message给中国看 就是说 没错 你是区域大国 但是 菲律宾在这个 不管在南海 在区域上 我们还有其他合作的伙伴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或台湾也好 他一方面 他传达一个讯息 让中国知道说 就是讲白不 我们就是某个程度说 不是什么都听你的 不是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 我就跟严峻说 我说刹赛 他明天一定会为他 这个贺文 感到要怎么来圆这个 我们等一下 接下来会再讲 这贺文一发出之后 引发各界的反应 我们先看台湾的反应 当然我们的总统当选人 赖青的赖副总统 他也很快地在晚上 就在他的x平台 回应说 我深深地重视 台湾跟菲律宾之间 持久的友谊 我们期盼 强化我们的经济 和人与人的关系 同时支持区域的民主 和平与繁荣 那么台湾的外交部 也很快地 也在我们的 这个x平台回应 我们也热切 期望促进 日界茁壮的伙伴关系 提升我们国民的 共享利益 还有印太地区的 和平与繁荣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 台湾的外交部 台湾的总统当选人 有这样正面的回应 但是来了 重点来 我们先看 严峻隔天 菲律宾外交部 是不是又做了 另外一种回应 对 他有出来讲说 他就感觉是有点 帮小马可氏的说法换家 他就说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他们是在1975年 跟台湾 跟中华民国断交的 那断交之后 他们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那他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之下 他的外交部 就发表声明说 小马可氏发表的这个特文 他只是为了感谢台湾 接受将近20万的 菲律宾海外劳工 然后而且还成功举行了 一个民主的选举 但是尽管如此 菲律宾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他就是隔天 菲律宾的外交部出来 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这样的一种 一种手法就是 我相信总统讲的 一定是代表他们 这个国家的最高 或最原始的想法 那至于说外交部 国防部 后来我国防部部长 有讲一些话 我觉得某个程度 是在做一种补充 或是解释 因为当我看到 菲律宾外交部的回应 我看到严峻给 我这个回应的原文 我是有点兜不起来 没错 菲律宾在台湾 有很多移工 20万名还是多少 20万名吗 对不对 我记得应该15到 15、16万左右 OK好 这么多移工 这么多移工 然后菲律宾外交部 解释成说 这是我们的总统 用来感谢台湾 善待我们移工的 一种方式 我就问号就来了 感谢台湾三代移工 跟祝贺 台湾总统当选 好像没有什么 太大的直接的观点 对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菲律宾外交部的说法 我觉得某个程度 是在踩刹车 就说 不要让这个 马可思的贺文 身高跟 菲律宾跟中国的冲突紧张 那接下来 刚才严峻有提到 世间的当事人 其实我不认为他是当事人 他是自己跳过来 认为自己是主角的 中国外交部来了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毛宁说了 说 小马可思的贺文 是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地不满 坚决反对 中方正告非国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那巴拉巴巴 那最后讲一句 严峻刚才提到的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建议 小马可思总统多读读书 才可以正确了解 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严峻 他这么讲 毛宁这么讲 要小马可思多读读书 菲律宾社会跟菲律宾人 的反应是怎么样 其实我比较惊讶的是说 因为大家看到他说 要小马可思多读读书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相对之下 蛮侮辱性的说法 外交部发言人 侮辱性极强 伤害性也大 侮辱性极强 对 他出来讲说 要对方的总统多读书 就是说对方不读书 我先打个岔 小马可思的学历我们都有查过 严峻你有大概了解吗 小马可思 对 他有到英国读书 也有到美国 对嘛 对 英国是建筹大学 美国是什么工商管理硕士 有没有拿到学位不知道 他并不是没有读书的人 这是第一个 那严峻继续讲 整个菲律宾社会的反应 那他出来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于一般菲律宾人 如果他有稍微在关心 武器的新闻 应该相对来说是 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吗 或者是觉得生气 他一个外交部发言人 觉得你们国家大就厉害 就可以这样子说我们的总统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蛮生气的 但我蛮惊讶的是说 我不知道是因为菲律宾 媒体没有大作 然后大家没有很关心 或者是说 大家本来就没有很关心 这种国际关系的事件 我没有看到很大的反弹 在媒体上面 也没有看到很大的反弹 那甚至说参众议员 我看到两位参议员出来讲话 那一位参议员他是觉得说 因为菲律宾本身 他有一个中国政策 那你应该就是坚持 你应该坚守你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要说总统出来讲一套 然后外交部出来讲 好那他觉得说小马可是他本来可以不用 讲出这样子祝贺台湾总统这样子相对是比较会引起 争议的一个话 有一位的参议员的说法是这样 他觉得说你如果是一个中国政策 你应该坚持这个政策 而不应该总统出来讲这样子的话造成一些争议这样子 另外一位参议员他的说法是他觉得说不管怎么样中国他不应该告诉我们菲律宾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对对对对对对 比较民主化的参议员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说这两位参议员他们都没有很强烈的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来批评我们的总统这件事情来做出烹発 我觉得还蛮惊讶说他们竟然这么忍气吞声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有一位比较激烈对国防部长反应比较激烈嘛对不对 国防部长就非常像他就出来讲说不幸的是中国的发言人自甘堕落 做出非常低劣粗俗的发言然后侮辱我们的总统跟菲律宾的民主菲律宾的人民然后在此过程中贬低他自己跟他代表的外交部跟 跟政党这样所以他觉得说中国外交部的言论跟他们中国的品牌形象相符那他说虽然这很不幸但是他这个他本人对这件事情并不惊讶然后说我们跟全世界不应该有对中国有更高的期望其实这就是很像的一个说法对就不然讲说你们很没有水准你们很没有格调怎么讲出这样的话来对对对就是你还教我们总统多捏一点书那你们的习 习大大书念的很多吗这个大家以后没必要这样互相这样人身共挤 我是中央社助马尼拉特派人陈颜君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海星市 刚才严君有提到说这封注赫文背后反映的意义就是其实小马可是跟他的前任杜特帝的外交路线其实很大的不同杜特帝是严君那篇特改我写到杜特帝是亲中远美跟中国亲近跟美国疏远 那小马可是是跟大家做朋友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框架一个路线之下 其实非中关系又遇到刚才严君讲到了南海南海冲突 严君要不要举几个例子到底菲律宾跟中国这一两年在南海到底在冲突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下海警船喷水住一下什么雷射射来射去 比较大的几个事件可以说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小马可是上任隔年的2月美国的国防部长反问菲律宾 然后他们就是针对美国可以在菲律宾使用的军事基地原本是有5个 那现在增加了4个等于说总共是有9个这样子 那2月的时候等于说宣布增加了那4个那这个声明一发出来 我记得应该是几天后4天还是6天之后 中国海警就向菲律宾向仁爱暗杀的那个军舰的伏计船 发射就是用军事雷射来扫来瞄准他们的船只 然后那个菲律宾这边的说法是说他们的船员 就是一度失明了一阵子就是一度看不到东西 就是一个军事雷射事件 那有的学者他的说法就觉得说是 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长一来 然后你们宣布说要增加4个基地给美国人用 4天之后就发生这样子的雷射事件 他的解读是说明显中国是针对他们开放基地给美国用 这件事情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然后表达说我们有能力来攻击你们的船 我们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 这是雷射事件 其实会有喷射水柱跟雷射这样子的事件 其实主要是因为菲律宾他们在1999年 就有一艘二战时期的军舰的老旧军舰 他们把他搁浅到了让爱暗杀的浅滩的地方 他们藉此来深锁他们的主权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军舰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军舰在这边 那个军舰非常的老旧 它是二次大战时期的军舰 那所以说他每次每隔半个月 现在每隔半个月都必须由 他们菲律宾军方 然后是海巡队这边护送船只过去 那艘军舰补给食物饮水 跟这些上面的军人也需要轮替 上面的驻兵也需要轮替 还有人员的轮替这样子 对所以每隔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他们就必须去轮替一次 那每次去轮替 因为中国这边的说法 他觉得说你们去人道援助 你们去给他们食物饮水助军的容器 这个东西我们都没一见 但是因为这个船舰很老旧 他说菲律宾你们现在运舰才去 想把那艘军舰给加固 让它在那边维持得更久 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 所以就是说他们 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们阻挡 他们用镭射用水柱来阻挡的目的 是为了阻止他们运舰才去加固 那永远在那边不走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因为这艘军舰在那边 所以人爱暗杀这边就是等于说 每半个月几乎都会有 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交锋 在那地方的交锋 那另外一个点是黄岩岛的部分 黄岩岛因为他们是2012年被中国占去 那菲律宾这边会认为说黄岩岛是我们菲律宾人 渔民历来就是都是去那边捕鱼 但现在中国把黄岩岛占去了 2012年占去之后 现在渔民要去捕鱼都会被中国海警赶走 所以等于说这一块也是他们 比较常发生一些交锋的地方 所以刚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说 在这个南海冲突升温的情况之下 加上这个小马可市 他这个改变的我们叫根弦异策 这个陈宇是这样讲的没错 他改变他的外交的路线 他不在清中愿美 要跟大家做朋友 所以在这种研军事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的架构之下 其实非洲的关系 在小马可市上那以来 其实慢慢走下坡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其实不管是台面上台面下 其实慢慢有些冲突 跟一些隐性的对抗出现 那相反的 我们倒很好奇 那菲律宾跟台湾的合作关系 刚才袁军有提到一下农业 农业是菲律宾人在意的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很多东南亚国家 包括我以前派出的印尼也好 或者是越南 他们都是奉行一中政策 所以他们跟台湾的合作 尽量不会去碰触到政治跟外交 也不会尽量不要抬面话 那么在菲律宾 台湾跟菲律宾的合作 是怎么样进行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觉得其实我看到 赖副总统他的 那时候回应小马可氏的 的回应文 他里面有提到说 期待加强我们的经济 跟民间联系 其实这一块是 我觉得跟小马可氏 着重的部分其实蛮像的 就是说他其实 有特别着重在经济跟民间 就是人与人交往这一块 没有特别强调说 可能安全合作之类 比较敏感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在这边看到 因为我从2019年来菲律宾 那时候是独特心中原美的时代 那看到说那时候 我自己听到的这边 台湾跟菲律宾的往来 基本上他们都是要很小心 台湾这边都是要很小心 在台面下进行 那就是什么东西都要 就是在台面下 慢慢进展到某一个程度 那觉得说 已经可以发表了 才会公布出来 不然会怎么样 不然只要中国一抗议 菲律宾人就会 菲律宾这边他们就会觉得说 中国不高兴 那我们还是不要进去做 类似这样子 然后就进行下去 那有些可能 还到最后还是不会公布 就是一直在台面之下进行 不要放到台面上一面 中国就是他们不满 那变得说这个计划 就进行下去被取消 之类这样子的状况 那谈到这个 我就一定要分享 严峻写过一个例子 其实各位要知道 台湾的农集团 国会农集团 在很多有邦交 没邦交的国家 都默默做了很多 贡献当地 国家社会民众的事情 台湾的农集团 在菲律宾做了不少事情 对不对 其实他农集团 他现在成立的时间 其实还不少 他们其实 那时候成立的时候 也是很小心 担心说中国会知道 我们在这边做这些事情 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农集团之外 在他们北部也有一个蘑菇农场 是因为菲律宾这边 蘑菇相对来说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作物 那菲律宾这边有希望说台湾这边提供技术 所以那时候台湾有提供技术 然后他们那时候是说 种出来的蘑菇有一个拳头大的蘑菇 所以其实是对当地也是有蛮大的帮助 那这个技术团的农场是在Tarlac 是在他们的单路省 那这个示范农场 其实是去年12月15号才启用 那等于说之前也是有做一些前期工作 然后有开始在帮忙他们的 我们这边听到的消息是说 就是他辅导的农民合作社的兄弟 可以到原本的五倍这么多 那当地的省长其实他就有在讲说 之前台湾农技团来之前 他一直在烦恼说农地就是这么大 每个农民的农地就这么大 那怎么增加他们的收入跟产出这样 那台湾农技团之后 来了之后他觉得说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 那我们台湾这边的代表处也有讲到说 很多的省份都表达很有兴趣 因为看到单路省做的这么成功 农民的收入增加这么多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也能够加入这样子的计划 让农技团也去那边开个农场 帮忙当地的农民这样 所以说我们台湾跟菲律宾的交流 我觉得明以时为天 其实农业这方面台湾真的贡献不少不少心理 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有实际的成果 那言俊巴透露几个 我知道其实很多东西我不能够先把它曝光 如果先讲了可能建光寺 现在有没有几个 还在进行中的大的计划或项目台飞合作的 你可以稍微透露一下线索 不能把它全部讲出来 因为建光可能就要被中国破坏了 我目前没有印象中能够讲出来的东西 不过我真的印象中就是常常之前有听到代表书这边讲说 就是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他可能就是先透露一些情况给我吃 这个都不能写 不能写 就是很害怕写出来 我现在只是先透露这个状况 就是像农进团之前也是 就是先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还是先不要写 其实还不少这样子的 我现在目前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个比较可能在地观察才有 才能够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对菲律宾人而言 他们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台湾人中国人到大陆 我们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犯罪到菲律宾去 一些你说诈骗的网路赌博 在菲律宾被破获越来越多 那成员也包括有台湾人也有中国人都有 那到底对菲律宾人而言 他们能不能够分辨台湾人跟中国人的差别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要你自己跟他讲 就是说他可能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还是觉得说你是不是中国人 那要分辨 因为像我自己采访的经验好了 像我们的公司的麦克风上面 有写的CNA跟中央社三个字 那这三个字就是中文 那很多菲律宾的同业看到 有时候我刚 就是刚出现在一个场合 然后那些同业还没有很熟的时候 他们看到就是说 是不是来了一个中国媒体 而且因为我们比较相对关心一些国际政治 或者是说南海议题相关的新闻 所以跑这些路线的记者 他们就会比较敏感说 怎么有个中国媒体来到现场 那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说 那他们一听到 我跟他讲说是台湾媒体不是中国 他们的态度我觉得就是转变蛮大 他们觉得说是台湾媒体那没关系 就是担心说中国媒体来会 就是渗入啊 或者是说建议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他们态度转变是蛮明显的 那一般像是计程车司机 或者是说像是一般民众 我觉得他们对于说你是台湾人或中国人 我觉得他会觉得说 中国人相对来说 可能是在这边也是蛮多来做博弈 做博弈这一块产业的来到这边 那相对来说来做博弈的就是程度比较参差不齐 那程度不好的人也是不少这样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粗鲁啊 或者是说就是很没有礼貌 那可能摔门 那我讲完了 跑去菲律宾做博弈的华人 不管是台湾人香港人中国人 是不是真的都是扣分 都minus 其实对形象而言 对两个三地华人的形象 其实是比较不好的 对当地 我觉得其实他们觉得负面的那一块 不是因为你去做你来这边做博弈 因为博弈在菲律宾是个合法的产业 是是是 对它其实是合法的 但问题是博弈它有很多负面新闻是在于说 因为它博弈的许可证其实就只有 我记得十几张吧 但是这些大的有许可证的公司会 把它的许可证卖给其他的下面的小公司 那这些小公司它其实是 它虽然有许可证 但是很多其实是非法的 然后它是从事一些我们有讲说杀猪盘 就是有点网路诈骗这样子的事情 那或者是说他们会人口翻运 就是他把人骗在菲律宾来 然后他其实只是要钱 然后绑架勒属这样之类的状况 其实还不少 那这样子的状况变得说 他们会有负面的形象 是因为有这些非法的产业在 但是问题是因为你很难辨别说 这个产业里面好的公司跟坏的公司 所以变成说必须非常的小心 也是劝大家不要尽量避免 买菲律宾这个产业这样子 对风险很高了 相对付出的代价 你获利可能比台湾还多 但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多 对那我们回到盐军做个比较 我们说展望好了 从小马克市的贺文 他的任期还有多少年 还有两年多 他们是六年 六年话说还有四年多 那当然也许他接下来 会有一些什么转变我不知道 可是就目前我们来看来的 他的整个外交政策的路线 跟他目前采取的做法 你怎么看接下来他任内 小马克市跟我们明年 不是明年 520就是赖总统上任 就是菲律宾跟台湾的 未来的互动跟关系的展望 你怎么看 那其中还没有一些值得 我们必须要忧心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会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觉 会觉得说 杜特地的时候是亲中圆美 那到了小马克市的时候 就是变成亲美 那可能他就是不亲中了 可能就是亲美远中 这样之类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 因为他的跟所有人作品 有这一块等于是说 他是想要跟美国好 想要跟澳洲好 想要跟日本好 想要跟加拿造好 这些东西是西方阵营 亲美的阵营是没有错 但是在此同时 他也不想要跟中国搞坏关系 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 今天小马克市出来讲了 这样子的话 说台湾总统 我们祝贺台湾总统 这样子的贺文出来 菲律宾的外交部会赶快出来说 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坚持一中政策 那对我刚刚有提到说 他的参议员 还是很多人觉得说 因为你坚持一中政策下 这些东西其实是必须注意的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说 可能的隐忧是在 他跟中国的关系 如果他跟中国关系 一直处于这种 相对来说没有很好的状况之下 跟台湾的空间就会相对比较大 因为我刚刚也提到说 他只要跟台湾稍微密切一点 稍微有一些合作 北京就会不满 如果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好 相对之下他会还是尽量避免 让中国不满的可能性 但是他又想要跟台湾发展农业跟半导体 这些其他产业的关系 相对之下如果说他跟中国的关系 比较没有那么 他比较没有那么怕中国 他觉得我靠美国 靠日本 靠其他西方国家 这些来的经济诱因 或者是说安全方面给我的保障 其实是足够我来抵抗中国的话 他就比较没有那么需要仰赖中国 那跟台湾的合作空间也会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天言就这样讲 其实我们就做个结论 就是说 当然我们希望小马可市的 菲律宾政府可以跟台湾的合作有所提升 但是我们也是说 我们要务实在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贡献的方面 包括我应该讲的农业 或是经济 甚至加上是教育的交流 而不是说一昧的期待说 菲律宾跟中国的冲突 又在恶化又在升温 我们自己本身该跟菲律宾 加强互动交流的部分 我们能掌握的要先做好 那今天也谢谢严峻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也期待严峻接下来跟我们分享 小马可市又有些惊人之举的话 他最近是不是搭直升机去看 Colplay点唱会被罵犯 对被他们的民众批评说 我们在那边塞老半天 其实马来亚这边 菲律宾这边他很大的问题 就是塞车问题 我其实之前有写过一个笑话 就是有一个来菲律宾四个月的大使 然后他就分享说 他就分享说 我来菲律宾四个月 然后有两个月都是塞在路上 因为知道说马来亚的塞车问题 但是可以说是全球最严重的 塞车的 对那刚刚您讲到说 那个Colplay的演唱会 那大家民众就会觉得说 我在这边塞车塞两三个小时 才能够进去看演唱会的总统 用工厂 然后那个直升机就这样进去了 那为什么你可以用工厂来做私人的这种娱乐消费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Colplay主唱他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还有唱一首歌来讲马来亚的塞车问题 哪有趣的一个点 所以最近对啊 也是大家觉得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议题之一 因为大家很多艺人什么之类都分享 他们去合作的照片 好 那我们继续观众小马可是 接下来没有一些对台湾释出一些善意或举动 如果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留言带分享 很谢谢严君的分享 那也期待严君给我们带给我们最新的第一首新闻 谢谢谢谢严君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